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有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逆转血管斑块 如何避免斑块脱落呢 医生告诉你两个方法 在评论区回复血管斑块 我们医生没了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血管斑块的那些事 48岁的王大哥是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病人 前两天他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右腿突然出现数分钟的无力感 经过医院诊断 左侧大脑中动脉严重狭窄 静动脉里还出现了斑块 王大哥忙问道 我的这些斑块严重吗 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们缩小呢 很多重量炎人都会在体检报告中 发现动脉硬化斑块的字眼 斑块虽然常见 但这血管中的活活山可不能忽视 怎么容掉斑块呢 临床上的确有患者在服用 他丁类药物后通过降脂和消炎 血管斑块有逆转变小 血管管腔挟窄程度减轻的情况 还有血管紧张素 逆质剂或者受体结抗剂 一类能够预防斑块破裂脱落 阿斯匹林或绿比格雷等抗血脚板聚集类药物 能够起到预防血栓的作用 上述几类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但对于动脉硬化斑块 并不只能靠用药就能药到病除 日常生活中的药控制好 包括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危因素管理 以及改变抽烟酗酒酒坐不动等不良习惯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关注我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急着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血管斑块的那些事